去年六月間在喀什米爾的印度 和中國爭議的邊界地區 雙方駐軍爆發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造成超過二十名的官兵死亡 在歷經八個月總共九回合的談判 中印兩國協議將駐軍向後撤退 以避免造成衝突 不過中印邊界的問題的化解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些由印度軍方拍攝的畫面顯示 中國解放軍的車輛與人員 依次撤離接近印度的邊界 同時也拆除沿著邊界建造的碉堡 與瞭望哨所等設施 這裡是印度與中國在喀什米爾 爭議邊界上的班公措 二零二零年六月 雙方的邊界守軍爆發了嚴重衝突 造成兩軍總共二十四人死亡 八個月來歷經九個回合談判 雙方在這個月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不過九個回合的談判只解決了五大爭議地點當中的一個 後續談判還有漫漫長路 事實上無論是車輛還是人員 隨時都可以進行機動調度 印度也在重大衝突後加快腳步 打通運補喀什米爾前線的山區隧道 為日後再度增兵前線預作準備 與印度的衝突有緩和跡象 美國白宮主任改朝換代 也給了中國在外交上不少的機會 看準拜登將會拋棄川普時代的強硬路線 中方也順勢提出多項要求 中國更重申要求美國停止抹黑中國政權 停止對臺軍售以免縱容台獨勢力 至於拜登團隊會不會買單以及如何因應 人有待觀察 公視新聞許家人變異